国防部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海军建设发展情况 人民网北京4月28日电 今天下午举行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 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菲大校 介绍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海军建设发展情况 谭克菲表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 人民海军坚决贯彻党中央 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决策指示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 各项建设发生历史性变革 取得历史性成就 海军各级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驻魂育人 深入开展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等重大教育活动 大力陪述宣扬新时代海军先进典型 更续传承人民海军光荣传统和红色基因 极大汇聚了忠诚使命、英勇善战 建功海洋的强大意志力量 海军部队大抓实战化练兵 构建完善新型军事训练体系 全面提升实战化训练水平 加快推进由近海防御形向远海防卫形转变 战略威慑与反击、海上机动作战、海上联合作战 综合防御作战和综合保障能力稳步提高 新制作战力量建设提制增速 以舰载机飞行人才和航母指挥人才等 为代表的新型人才方阵崛起壮大 以第四代装备为引领 第三代装备为主体的现代化装备体系 正在形成 以海外保障基地、海上、医疗、救护等 为依托的综合保障链路更加高效 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海军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海洋命运共同体 朋友圈越来越大 航迹越来越远 高层交往、专业交流、技术合作不断深化 提供的国际公共安全产品越来越多 中俄、中巴、中泰、中国东南亚国家等 双多边海上演习、国际军事比赛等连演连训联赛常态化举行 亚丁湾护航、和谐使命医疗服务赢得赞誉 协助救援打捞印尼失事潜艇 向汤家运送救援物资获得地区国家充分肯定 日益强大的人民海军必将为世界和平 稳定与繁荣不断做出新的贡献